武林农场内猕猴出目频繁 经常能看到猴子成群结队 但也不止一次传出猕猴抢食 攻击游客的事件 上个月24号 才有一名女游客被猕猴给咬伤 手掌缝了七针 青彩脚踏板 手拉起垃圾桶盖 除了武林农场园区内 特别设置了防猴垃圾桶 中央跟地方达成共识 一年编列投入160万经费 由雪霸国家公园 武林农场台中市政府 跟东市林区管理处 四个机关共同分摊 全力防治人猴冲突 东市林管处也推出新的应用措施 东市林区管理处 已经在10月31日 启动脱续猕猴捕捉工作 接着规划于武林地区 聘请三名专责驱猴人员 在人猴冲突热点地区 以不伤害猴前提下 增加驱赶强度 人员部分将优先聘雇当地居民 招募完成后 进行教育训练 预计于112年1月份正式上路 武林农场园区内 会的家派三名人力 协助驱赶猴猴 除此之外 也不再是劝导禁止喂食了 领馆处联合保七森林警察 加强取缔 如果游客任意喂食猴 第一次罚1500元 最高可开罚3000元 也请大家出游时多加留意 也能保障自身安全 7月被新闻许例反映 蔡英台中藏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